哈喽大家好,我是桃子 欢迎收看我的联机生存第26集 今天把上次没做完的自动养鸡肠给它做完 阿里已经把水都放好了 小鸡下的蛋会被水冲到前面 接下来就要做一个收集鸡蛋的装置了 这些小鸡下蛋还挺快的 就一会儿我已经捡了十个鸡蛋了 可以,小鸡们挺给力啊 先回家做收集装置用到的工具 发射器,漏斗,箱子 再准备一桶岩浆,还有两个半砖 放上发射器,对着发射器放漏斗 这样掉下来的鸡蛋就进入了发射器里面 咦,怎么下了一个商人 走开走开,不要在这里碍事 发射器旁边放开关 搬手敲一下,再点一下,让它运行 发射器前面放两个半砖 嗯,先把它埋起来吧 然后拿出岩浆倒在这里 发射器射出来的小鸡 长大以后会直接被岩浆烫死 在岩浆上面放上箱子和漏斗 就能把鸡腿收集起来了 好,你个野人猎手把我给打死了 我觉得你别这样放,把箱子往左边放一个 不然会挡路 漏斗对着箱子倒放 就能把鸡腿吸上来了 有了这套装置啊,鸡蛋就能直接变成烤鸡腿 乖乖的跑到箱子里被我们吃了 现在只能等了,小鸡长大还需要时间 我现在有点迫不及待想吃到香喷喷的烤鸡腿了 小鸡仔们快快长大呀 这两边的墙再换成地牢砖吧 又是一项大工程呢 开工 登登登登 我宣布自动养鸡厂建设完成 可真不容易呢 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哈喽,大家好,我是桃子 欢迎收看我的联机生存第27集 是的,你没有看错 我跟阿黎又来到地狱了 上次挖的那点曙光石粉根本就不够用啊 对对对,只有地板放了灯 别的地方还一个灯都没有呢 所以今天我跟阿黎冒着生命危险又来到了这 真的是豁出老命了 可是桃子,我们这样夹缝龙生存的困难 公别提一台阶,曙光石块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在地狱快速填填啊 嗯,我想想我想想 这么多岩浆啊,除了铺路那就只剩下放水了 对了,我们做的水道蓝图完全可以利用起来啊 有了水道,这里的岩浆那还叫事儿吗 嗯,来来来,放电视块 等我从包里拿出来 来都来了,不占点便宜能走吗 我一出手就是九桶岩浆 好多岩浆,你可真是先危机了 嗯,这样夸我,我会不好意思的啦 咦,桃子,你竟然还会害羞,得逗了 好吧,阿黎果然是我的知己啊 好正事儿,往哪个方向扑呀 我觉得不如往龙的方向去吧 反正后面还要打龙 现在扑路,后面不就省事儿了吗 听起来竟然很有大黎的样子 对吧,听桃子姐的准没错 接下来我俩分工合作 我负责水道铺路 我呢,负责采集路上的曙光石块和龟石 这样的效率就比之前高多了 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阿黎,你发现没 黑箭石上会发怪 对,而且数量还不算少呢 真奇怪 好像是人大的东西,越会发怪 原来是这样 看来每件事情都是既有利又有弊的 桃子,你佛了吗 佛了,佛了 天降猎手 原来是上面挖穿了 猎手掉下来了 看样子已经挖到龙穴了 我怎么不负有些人呢 没想到龙穴还挺近的 不过,现在对他没有兴趣 我的眼里只有曙光石块 近距离观摩一下黑龙 不能打,我们还不能看嘛 比他巴掌远就吸引到仇恨了 你,你在这插眼了吧 不是吧 不是吧 都跑到这儿了 你还跟过来 一会儿不算呢 曙光石块又不是你家的 挖几个看把你急的 桃子,你挖都好了 是不是该回去了 53个了 还有两组多的龟石 不少了 我们回去吧 阿里,你这是干啥 还没过年呢 你怎么客气头来了 求见钟,求见钟 好嘛,大理都行了 这不给就说不过去了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桃子 欢迎收看我的联机生存 第28集 从地狱回来碰上下雨天啊 会去 有粉粉问 为什么附近有炸药桶 为了防止棒棒蛋爆炸 还有粉粉问 为什么家里这么多地心人 因为附近经常下雨啊 只有我家才能避雨啊 三个龟石 合成一个龟石块 好贵啊 我要做几个树纹龟石块 放在家门口 八个应该够了吧 桃子,我杀回来了 门口的怪太多了 害我掉了一颗星 没办法 谁让咱家处于盆地呢 四周的怪都虎视眈眈的 家门口的两根大柱子 用树纹龟石块 再合适不过了 确实挺好看 你说如果我们打房子 整个换成龟石怎么样 我去 阿里你别开玩笑了 整个房子换成龟石块 那得多少龟石呀 去地狱挖三天三夜都不够 别一想天开白日做梦了 好的 其实我也就是想想 顶着换个地板 地板还差不多 咱俩挖个两天两夜 应该就够了 还有二楼阳台的柱子也换掉 离现代别墅又进了一小步 其实啊 中年庆商人卖的砖 都挺好看的 非常适合现代别墅和欧式风格 可惜呀 当初买的60个 根本就不够用 你还真给召唤出来了 那就再买点砖吧 万一以后又闹了呢 我只剩11个星辰了 好穷啊 赶紧提几个礼盒 填补一下我内心的空虚 圣诞商人也出来了 嗯 卖的东西都好好想要啊 可是我好穷啊 还有元代商人呢 都在这儿了 赶紧合个影啊 这场面可太稀罕了 我也好穷呀 要想当年 单人生存是多么的富有 如今是多么的落魄 哎 美样还是来一点吧 万一以后能刷呢 是不是啊 成神工灯要三个星星一字 天生呀 要不咱见个双块塔吧 不见不见 太麻烦了 好吧 那现在先这么过吧 以后的事情就以后再说 不见不见了 不见了 啊 不见了